我还以为你不会来了呢 怎么会呢 我答应过你 一定会找到你的 你相信了吧 苏琪 忘掉过去 跟我勇敢地向前走 苏琪 嫁给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欢迎光临 等久了吧 怎么样 爸妈见的好吗 去了这么长时间应该不错吧 还行吧 宇瑞担心倩倩 其实我们第二天就回来了 这么快啊 是不是遇什么问题了 这 他向我求婚了 什么 宇瑞向我求婚了 我答应了 真的假的呀 我看看 我也不错呀 姐姐祝福你 那爸妈怎么说啊 他们还不知道呢 这也是回来以后的事了 那他们是不是不同意啊 要不然我去跟他们说说 没事的 姐 这次我回家 跟我想得差不多 爸妈呀果然不同意 于瑞的身份 但是他们说了 只要于瑞对我好 他们就不反对 其实这么看来 他们同意的也挺勉强的 你知道吗 结婚这件事情 只要父母不同意 那就特别特别地麻烦 你看我跟我婆婆之间 我们都快透过血流了 那你们俩怎么想的呀 爸妈呀也主要是担心倩倩 我觉得只要我能做到 跟倩倩像一家人一样 我想他们应该就放心了吧 还有就为了倩倩 我跟于瑞想暂时保密 至于婚礼什么的 就再往后放放吧 你能这么想 说明你真的长大了 其实幸福呢 有的时候真的要牺牲一些东西 才能获得得更多 是啊 姐这都是你教我的呀 可是我没有你那么强大的信心 我怕万一坚持不下去 那怎么办呀 那你就要想 这个于瑞是不是 你一辈子要托付的人 还有你对他到底爱有多深 只要这两个问题你想明白了 那你就会发现你身上的力量 强烫到你自己都不能相信 对了 还有一点必须要特别清楚 你做这一切 不光是为了于瑞还有倩倩 当你答应求婚的那一刻 其实你就是倩倩的妈妈了 姐 可是 我怎么知道 怎么样做一个母亲啊 我连姐姐我都没当过 你爹地还是个孩子呢 其实挺简单的 你就想啊 我们小的时候 咱妈是怎么对咱们的 其实不管是儿媳妇也好 还是母亲也好 都是一个称谓 千万不要为了这个称谓 而摆摆姿态 那就大错特错了 你放心吧 其实时间一定会证明 而且人心都是肉掌的呀 只要你设身触地地为她想 一切为了倩倩好 她有一天一定会叫你妈妈 一定会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姐 看你这样特高兴啊 这么说 苏秦是真答应了是吧 反正我觉得有感情定下来也挺好的 从男人角度来讲 愉悦的苏秦真的不错 仅次于我对你 疼老婆 谁能比得上你啊 这谁啊 一会儿陪你去吃喝喝 好 周慧呢 郭明哥 走 怎么那么巧啊 好久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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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 这位呢是我的老朋友张可明 这位呢是他老婆心许 你好 这位呢就是我的新男朋友 你好你好你好 原来你就是张可明啊 幸会 幸会 什么情况你认识我 何止是认识 如雷贯耳啊 挺好挺好挺好 终于被人控制住了 这什么呀 我才没被人控制住呢 要想控制住我呀 起码是修炼个百十点的 那你们等着什么 不怕你们笑话 相亲 相亲啊 挺好的 挺好 怎么称我 张可明 明天的明 对了 我们还有事啊 那我们先走了 好吧 张可明 什么情况 同名同姓 巧了 念念不忘了 巧了 巧了 走了 上车 真巧了 你又不是什么高富帅 怎么这么招女孩子喜欢呀 你到底有什么本事啊 那 那总比招女孩烦强吧 对不对 对了 老婆 那我还要问问你了 你说你也没什么本事 怎么就能把这个家 闹得这么和谐呢 巧逼 爸 什么 爸 走 爸 爸 走过这儿 医生正在强调 我想应该没大问题吧 没事 医生 医生 我爱你 你是恢复得不错 怎么会有反复呢 这反复的可能性是有的 不过你爱你比较严重 我现在给他做放疗吧 放疗 怎么会是这样 你怎么会是这样啊 没事吧 爸 没事吧 爸 你只没醒过来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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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看怎么会是这是 我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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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走了 你先走了 媽媽笑了嗎 沒有 我看到妈躺在那儿 我这心里特别难过 妈上次做手术的时候 我觉得她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可是这一次 我真的很害怕 你放心吧 应该没事 妈 晓芹 你可醒了你 我这是 算了 没事吧 就是你一时不舒服 可能这一点太累了 所以就那个想到了 什么事都没有了 妈 老婆 你怎么就这么不听话呀 你现在 你这怀着孕呢 怎么能熬夜呀 有什么不行的 老公 我又不是第一天怀孕 可问题是 你这样你对身体也不好啊 行不行 我去吧 行不行 你去了就对身体好啊 你白天还上班呢 现在你可是咱们家的顶梁柱 而且这是事业上身 请你好好工作啊 我真没事 可问题是 问题什么呀 你说咱妈在那儿 那我照顾她也方便啊 我能拔屎把尿 给擦个身子什么的 你能干嘛呀 你只能看着 你看爸这段时间 老了多少呀 他心情肯定特别不好 你就安了安了呀 我知道 行 可问题是 问题什么呀 我问你 咱们家谁做主 你啊 那不就得了 把拉着给我拉着 你抱一下 老婆辛苦了啊 行了我们就一起同甘共苦吧 来 家里事交给你了啊 那 我送你了 你别送我 我是开车送你去都不行啊 要去 我送你干什么啊 你好了 走了 好了 走了 妈 妈醒了 妈 你要不要喝水 你想吃点什么吗 不要 你肚子里的孩子吗 在呢 好好的 不让你来医院 和明啊 妈 和明明天早上还有上班 我让他在家休息了 是我自己非要来的 没事 妈 感觉怎么样 反应他 不大 这次比上一次好多了 宝宝特别乖 我就好 我就是爸爸 怕我见不到的 妈 妈 不许你说藏气话 我还等着你给我带孩子呢 我带 我带 妈 所以您现在已运了坚强 好好地养病 妈 您可是咱们这个家的定量住 我们就得指望着您了 妈 你才是咱们家的定量住了 妈知道你 妈 妈 别碰我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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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吧 這孩子 冷的不能吃 姐給你喝烤麵吧 給我給我 來趕緊吃 放點時間去上學 倩倩我跟你講 這一日三餐早餐最重要了 你跟我吃麵包怎麼可以呢 這些雞蛋呀蔬菜呀牛奶 都要吃一點才有營養的嘛 你看我都知道你們這些小朋友挑食 我都做了一些你喜歡吃的 我愛玩的是跟你有什麼關係 只要是你做的我都不吃 倩倩咱們玩一個遊戲 誰一輸了誰就吃一口 誰要跟你玩 好吧那就不玩吧 那個你班主任給我打電話了 說你最近考試成績不理想 你是不是有什麼事 跟姐姐說呀 我問了一下情況 你們老師說呢 你現在的課程進度啊 和你轉學之前來的 沒什麼太大區別 你是不是總在玩手機呀 我沒有 倩倩 小公要說實話啊 手機是媽媽給的 那你是不是總是在上課的時候 我跟媽媽聯繫啊 不行嗎 當然可以了 只不過呢 你上課的時候呢 就應該好好聽講 下課呢再跟媽媽聯繫 這樣你不耽誤學習呀 下課的時間太短 放學以後你就來了 我就不能找媽媽 倩倩 我沒說過這樣的話 你不要亂說啊 你沒說過 但我都看得出來 你們想把我媽媽趕走 讓你做我好媽 我別做 媽 倩倩你怎麼這樣呢 你要不是我媽媽 平常管我啊 倩倩 怎麼管她 什麼事情 我不想吃的東西 她平常讓我吃 她不吃就別吃嘛 搞成這樣幹什麼 我不吃了 倩倩 好 来 来 对不起啊 刚才还没弄清楚状况 就处理发火 我从来没当过爸爸 也不知道我有个孩子怎么大 倩倩这世纪年来 一定过得很委屈 没有爸爸 没有好的生活环境 我真的很想弥补他 让他跟其他的孩子一样 过得快了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 我现在真的很害怕 其实你都不用接受这一切的 但是你还是接受 你做得比我还好 苏晴 你跟倩倩 都对我非常重要 我不会骗他任何一个人 也不会让你们受委屈的 我待会儿会下去跟他说清楚 你别找他 他刚离开他妈妈 而且天天要面对我这个陌生人 心情不好是正常的 你这么一说他 他心里更难受了 他毕竟是个孩子嘛 有什么不高兴啊 情绪不好啊 就会直接发泄出来的 我已经是个成年人了 可能连这个都受不了的 你就放心吧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我都会守住自己 这份善良的心的 做到比他晴妈妈更加爱他 更加呵护他 有时候孩子会让父母伤身 但父母会让孩子失望的 所以啊 我要和你一起 从这件事情当中先去教训 然后我就赶紧成熟起来 做一个合格的好妈妈 能不能有须的 和你一百分之后 天天 该。該写作业了 别看了 来 你干什么呀 倩倩 你不听话 来 给爸爸 不要 给爸爸 不要 倩倩 给爸爸 不要 别看了 来 做功课 我不要 我不要 倩倩 倩 你为什么不听话呢 不要 不要看 起来 怎么了 干吗呀 爸爸让你起来做功课 你干吗呢 就成这样了 哪儿那么大火啊 她一直看电视不写作业 作业一会儿再做嘛 看完电视怎么了 她已经看了三个小时了 不是说她成绩不好吗 倩倩 来 你别拽她 都哭成这样了 没你的事 你别拉她 把孩子都拉疼了 我在教我的女儿关你什么事啊 对 你的女儿 我不管 你别走 你不要走 姐姐 姐姐 不要走 姐姐 我不叫姐姐 你不要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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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哭了啊 你走了 乖 你哭了啊 我走 姐姐 你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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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了 米娟 你走了 我走了 我走了 你走了 我走了 我走了 也不要走 一路 她走了 我走了 我走了 strawberries 这个结果挺奇怪呀 那个 有 有 有什么问题吗 当然有问题了 这按照正常来讲啊 他得一个月才能恢复成这样 恭喜你们 他可以出院了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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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点效果不错 这就好喝 谢谢 别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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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来了 欢迎 欢迎 热烈欢迎 欢迎 欢迎 热烈欢迎 谢谢 谢谢 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我爸安排拿的 我现在才知道 我爸多爱你 瞧你这话说的 就好像你爸这辈子 他没爱过我 好不好 当着还怎么说这干嘛 我问了不好意思 好了好了好了 安静一下啊 李雪智同志 这一切是 建于你在与病魔做斗争的战斗中 表现突出 我呢 仅代表张氏 苏氏 还有余氏的 父老相亲和亲朋 授予小李同志抗癌斗士的荣誉成 下面有请我们的复联恩战士 不不不不 那个副主席颁发荣誉证书以资鼓励 那 发了这个证书以后 你要再接再厉 永远健康 谢谢 谢谢啊 太好了 来 来 慢点 慢点啊 慢点啊 好 来 女士 就是鬼神没劲 快看 回家的感觉太好了 孩子们 我这些天在医院里住着呀 这脑子里就像过电影似的 就想起来苏静啊 嫁到我们家之后这一幕一幕的 你说我跟苏静啊 两个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女性 就因为我这儿子 我们走到了一起 而且还生活到了一起 那在我们之间 你说天天就是上演着 矛盾 冲突 较劲 争吵 每天都是这些 我们两个呢 也不能免俗 逃脱不了这个古人所下的咒语吧 婆媳是天敌嘛 可是后来呀 妈慢慢地发现 她是一个 永不放弃的孩子 她能够勇敢地直面生活 苏静你也许不知道 你这个潜移默化的 都影响着我们身边的这些人 这两个天敌啊 也能成为一家人 你看 这别人有困难的时候啊 她知道伸出援旧之手 人家无依无靠的时候呢 她能够把肩板让出去 尤其面对绝境的时候 她能够不弃不舍 所以我决定 来 孩子 帮我一下 走来 妈 没了这份协议 你会做得更好 没了 没了 妈 好孩子 学校 感岂 快点 万利 万利房产目前在业内 排名是第一的 业务经理这个职位 可不是一般人能胜任的 你有没有 比平常 比其他人更突出的地方 这个是我以前的成绩 你看就知道 不错 每年百分之五的业绩增长 确实让人过目不过 那你有什么建议能让我再万利 一筹顶尖的 你需要一个推荐人 推荐人 对 我是指 除了我们猎头顾问之外的人 金融巨子 地产大乐 不一定是你真正认识的 但是一定要有分量 然后找一个 非官方的场合由他们 向万里引进 我相信 成功率是百分之百 我还真是这样的人 太感激了吧 不客气 再见 慢走 请进 总监应该走了 我知道 谢谢 老婆 准备好了吗 我马上就到 马上 你 刚刚还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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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二公子 应该上一座 就发现了个大搜索的 你身上一个人 你才能存在哪 你便不存在哪 挂了 你好 苏琪 你来了 我有这么可怕吗 没有 你变漂亮了 谢谢 学会抽烟了 记得上学那会儿 您可是最讨厌抽烟的 现在 没它不行了 听说你要结婚了 对啊 现在还有一个星期 你也不恭喜我 恭喜 你过得还好吧 我原本以为 出国可以有分天覆地的变化 没想到 当梦想只是一张绿卡的时候 原来我已经沦为了一个 没有希望的可怜虫 我本卖看起来还不错 但其实我心里很明白 只有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我才是最快乐 最单纯 最幸福的 只是我们现在都长大了 看事情 就想得更清楚了 是啊 我已经没有资格 要求你什么了 这是我唯一能为你做的 我曾经说过 要给你一个家 一个房子 可是我一直没有兑现它 我从来不曾忘记过 这个是我亲手制作和设计的 我把它作为结婚礼物送给你 希望你幸福 不用了 我已经有一个家了 谢谢你 我也希望你幸福 你好好的 好好的 再见 苏金 我已经想好了我们的将来 一定会有一个新家 为了这件事 我一定会努力 拼尽全力 现在 只差一点了 那就是 一个跟我分享这一切的人 你愿意做这个人吗 嗯 我愿意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怎么不能在这儿呢 你呀 手机落家里了 好啊 偷看我隐私啊 我是怕你被别人拐跑啊 放开我 我恨不得现在就把你娶回去 那么多人看着呢 谁看啊 谁说我抱媳妇不行啊 犯法吗 傻瓜 对 这个傻瓜呢 她的媳妇的姐姐 现在要生娃了 我姐要生了 是啊 你怎么不早说呀 快走快走 贺美儿 别着急 做点歇会儿 没事没事 我不着急 我不着急 谁是回来 快快快快 我说我说我说 是个男孩儿七斤八两 现在母子平安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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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谢谢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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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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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leurs喊 我以为了 乖哭 有小宝宝 也有小宝宝 我有宝宝宝 有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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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走 又是在外面 哎呀 这小子 哎呀 哎呀 这小子 快 快 快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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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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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不在 怎么在那儿呢 什么在那儿呢 哎呀 怎么不在这儿呢 这儿 快点儿 差点儿啊 看着呢 点儿 刚出院了 哎呀 我没事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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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吃饭之前啊 我有几句话呀 必须跟你们说 在我们家有这个困难的时候 亲家还有苏静的大哥大嫂 于氏兄妹 客气客气 和你们大伙都伸出了援助之手 这跟我以前的所作所为相比 真是让我觉得汗颜和羞愧 所以啊 我今天只想说 为我以前所做的事 道声对不起 而且特别要谢谢啊 我这对亲家能够培育出 这么优秀的女儿来 谢谢 谢谢 妈 妈 咱们都是一家人啊 有夫同享是有难同当啊 你看咱们两家住着离着这么远 能坐在一起 这本身就是缘分哪 是是是 好了 来 火梯 为咱们这个价 干杯 来来来来 来来来 来来来 吃吧 别客气了 再行 等会儿你让我也说两句行不行 说说说 您应该说话呢 我们都有说话的机会 今儿高兴 我也说两句 要说呢 今天对于人其他人的地儿吧 就是平凡的一天 是不是 但是对我们这个家 没有这么非常的意义 首先说 我爱人 他战胜病魔 整整一周年今天说 整整一周年哪 我觉得现在 他比原来更健康更年轻 也更漂亮 第二呢 就说说我的儿子 何明 练了个成熟了 而且世界上有突飞任天 眼看着 就要取代我这个一家之主的地位咯 不好意思 其实他是一家之主的 就这么一说 最后呢 我重点要说的是 苏静 咱的儿媳妇 这几年 真的 多亏你的隐忍 坚持 农历奋斗 才有我们家这么幸福 而且还 还有这么可爱一孙子 容公公说句心里话 你呢 谢谢你 苏静 别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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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她 我最后总结一下 什么叫幸福啊 幸福就是 咱们这么一大桌 没有血缘关系的人 坐在一起呀 比亲人还亲哪 还有这小孙子 老伴也在 大家都健健康康 幸幸福福地 过日子 这就是幸福 对 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这么有意义的时刻 必须得照个下 留个眼啊 等会儿啊 好 好好好 帅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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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都凑一块儿啊 赶紧都凑一块儿啊 赶紧的啊 你也来啊 快点了 快点了 准备啊 不不 不 不不 快快快回来 快快快快快 一二三 天哪 是谁